《马太福音》第20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 天国子民拔刺的艺术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十二节的主题是 拔刺的艺术 耶稣在此教导我们 当看见别人眼中有刺 或说缺点时应该如何面对 许多人习惯于粗鲁地去拔别人的刺 而造成人际关系上的紧张 但也有许多人为了避免冲突 选择视而不见 耶稣在此教导我们 拔刺可以 但有条件 从第一到五节来看 拔刺的首要条件就是 不要用论断的态度来拔刺 一 不要随便批评 因为我们可能看不清楚实际的情况 而产生错误判断 有些人只听信传言就做出判断及行动 以致伤人 也伤害了彼此的关系 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第五节耶稣特别强调 要看清楚才能拔刺 二 不要无情批评 论断原文有定罪或审判的意思 耶稣不要我们用定罪审判的态度 很无情地去批评攻击人 他最看重的是我们的态度 基督徒拔刺态度应当是忧伤而非喜欢批评 因是为了挽回 而非为了惩罚对方 我们都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 求主让我们学习以爱 忧伤的态度去为别人拔刺 三 不要只看别人 不看自己的批评 第四节耶稣教导我们 不要只看见别人眼中有刺 却没有看见自己眼中有凉目 人常常用阴眼看别人 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 因此我们当更多集中注意力 在自己的问题上 四 不要假冒为善地批评 借着批评别人来抬高自己 或借着批评别人来掩饰己过 这是最不好的动机 耶稣警告这样的人必难逃神的审判 求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论断 主啊 求祢让我学习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也求祢让我常常反省自己 眼中是否有凉目 更求祢让我以爱心来拔别人的刺 而不是为了抬高自己 导读神的话 马太福音七章四至五节 你自己眼中有凉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凉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阿们 主耶稣谢谢你 主啊你亲自地教导我们 主啊我们眼中有凉目的时候 怎么能对弟兄说 容我去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主啊让我们先回过头来 看看自己里面 有没有什么不合你心意的 再去跟别人讨论 阿们是的主耶稣圣灵啊求主你光照我 主啊求主你光照我那心中的黑暗 阿们 主啊让我能够认清我自己生命中的问题 是 主啊就像你说的 我们当我们自己眼中有凉目的时候 我们凭什么对我们自己的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主啊是的主啊 愿你自己开启我的眼睛 开启我心灵的眼睛 主啊好叫我看见我自己身上有那一大根的凉目 主啊让我看见自己里面的软弱 而不是去指责别人 绝书单单用你的眼光 用你的爱里面再来看自己 主啊我要单单用你的眼光 跟用你的爱去看别人跟看自己 主啊我知道我有时候手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 有四肢手指头是指向自己的 主啊我不要成为你圣经里面说的那个假冒为善的人 主啊我要先去掉我自己眼中的凉目 然后才可以看得清楚 是的主耶稣主啊求主你帮助我 让我不要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 是那些假冒为善的行为在我身上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 主啊你帮助我先去掉我自己生命中的黑暗 去掉我生命中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习惯 主耶稣让我的眼目能够清楚 让我心灵能够清楚 求主你的圣灵的火来洁净我生命 是的主耶稣你圣灵的火要来洁净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不成为假冒为善的人 叫我们在你属灵的眼光当中 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一 也看别人看得合乎忠道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